风云无忌转头对泰玄与破魔说道 不回监狱 该去盗狱 两人上一头雾水 风云无忌便以电池而去 无奈 两人也只有跟手 远远的 风云无忌便看到整个盗狱被一分为二 一半刀起冲天 一半飞雪连天 天空阴暗 阴暗的刀屿中燃起了数以万计的火把 一股股寒风从对面的战族阵营之中吹了过来 那火把便摇曳着 时不时爆出一脸蓬火星 战族内便是一个冰雪的世界 一个精英剔透的宫殿坐落其上 每一个宫殿中都有一个庞大的气息传出 宫殿外都挂满了一个个尖锐的冰灵 从战族的阵营之中传来了数百道强弱不等的气息 更远处数十名白衣战族聚守在一起 似乎在商议着什么 在看到风云无忌一行三人时 齐齐将目光投注过来 在那行人之中风云无忌赫人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战地 战地看似普通人一般 风云无忌在他身上完全感觉不到那种霸绝天下的强霸气息 心中巨神 风云无忌终于知道军迁商目前面临的压力了 头部一攻 风云无忌迅速向着刀屿的中心投去 身后 太玄等人紧随而入 在顺风而下时 风云无忌的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战地的身影来 以及那双眼睛 战地看着自己的神情 似乎有些茫然 仿若不认识自己一般 一种难以说清的感觉 风云无忌感觉 战地似乎有些古怪 不过匆匆一瞥 印象自是有些模糊 风云无忌也就没往心里去了 第293章 战族的大举进攻 轰隆 天空阴沉 一道炸雷在刀屿的上空炸开 滚滚的电花向着四面卷去 云层之下 阵阵狂风涛浪 一幅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景象 风云无忌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上方 一名刀屿神级高手 藏身于云层之中 警惕地观望着 站足方向的动静 一路乘风 快步向着刀屿中心而去 行不远 风云无忌在一处挥败的宫殿前 见到了跌坐地面 面容有些颓废的军签商 那印象中儒雅的面庞 增添了几分风尘 还有几分憔悴 但嘴角依旧含着那丝淡然的 让人镇定的微笑 你来了 军签商闻声抬头 潇洒的一笑 在他深周 数名神级的高手 亦是抬头看向风云无忌 在军签商左侧 风云无忌却是见到了一名 许久不见 却极为熟悉的人 刀神 是的 风云无忌默然地点了点头 随后向刀神点点头 刀神也是回了一里 你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 风云无忌看着军签商 说道 嗯 军签商点了点头 朗声道 战族高手太多了 那潜藏的一些力量 也已然显现出来 刀狱虽然存在的时间够久 但还是没有战族那般长久 想当初战族 在神魔之战中 却也是颇有声望的 此事不欲多言 军签商转头看向太玄 墓中掠过一抹其色 这便是你所说的助力 是的 风云无忌点点头 我们属同门师兄 太玄一直盯着军签商 墓中露着古怪的神色 突然惊声道 是你 不错 是我 军签商轻笑道 你现在才认出来吗 你们两个认识 哼 太玄冷哼一声 显然对军签商 并没有太好的印象 你竟是与剑神分属同门 想来不会如此斤斤计较 耿耿于怀吧 太玄默然地回过头 哼 数声怒哼传来 军签商身后 数名神级高手 对太玄自是怒目而视 就凭你们 也敢对本座无礼 太玄脸色一变 怒道 大手一挥 一道蒙蒙光圈晃过 那数名神级高手 连同太玄都消失不见 片刻 那几名神级高手 又被从虚空之中抛了出来 神色极为颓废 身上的衣衫破碎处处 极为狼狈 一道冷光滑过虚空 虚空之中刀气大涨 片片鳞撞刀光 在虚空中闪烁 一旁 两根白皙的手指伸出 轻轻地夹住 那已然半拔出刀鞘的刀身 收刀 军签商淡然地看了一眼刀神 开口道 是 主公 刀神右手一推 那半拔出鞘雪亮长刀 便苍然入鞘 些许误会 都已过去了 军签商一了下摆 站了起来 瞥了眼太玄 又看着风云无忌道 当初 我轮回刚刚有成 正好遇到他 便拿他 试了一回刀 风云无忌恍然 以太玄当初不可一世的风格 一路是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碰到这些高手 被戏弄一番 心中恼火也很是正常 只是 不知道现在太玄与军签商 两人还相差多少 心中这般想着 便不由自主地 扫了眼太玄 不用看我 太玄冷冷道 当初 我才刚刚接触到 神级的门槛 军签商笑而不达 抬头望了一眼远方 站足的阵营 脸上略过一抹幽色 见神能请到一位 神级后期的高手相助 那自是最好 但是 情形依旧不容乐观 眼下 战地还未亲自出手啊 风云无际的脸色一变 到现在为止 战地还未出手 刀玉便已经如此 惊敌了吗 军签商抬起头来 若有深意地道 战族 因为有战地而存在 但战族 并不只有战地 战族势大 单单神级后期的高手 就有十位之数 这还是不包括战地在内 其他神级中期的也是许多 若非主公轮回绝奥妙 只怕刀玉早已灭亡 刀神此时开口道 刀神身上啄着一件青袍 但其浑身朦朦的刀气 却令全身轮廓 都变得模糊 有种看不真切的感觉 在刀神身上 风云无际感觉到了浓烈的刀气 浑身上下似没有一寸 不是刀气构成的 便来那衣袍 都似是由无数璀璨的刀芒 构筑而成 目光投注前方 似乎身边再没有什么事情 能引起他的注意了 刀神是我做下实力最强的属下 所以当初刀玉便交给他了 不久前 他的刀道终于大成 君千商解释道 刀镜及刀道修为放眼太古 恐怕也没有几个 可以在刀上与其称雄的 而君千商作为刀玉真正的主宰 似乎并未修习刀道 也不知为何 不过此时大敌当前 风云无忌 也是无心思询问 还能支持多久 希望寄学 君千商一荡一仆 副手而立 目光越过空间 没住在战族的营地上 朗声道 破晓时分 战族便会再次发起进攻 至于能支撑多久 战帝出手之时 便是刀玉破灭之时 风云无忌默人 片刻后 开口道 战帝所说的是真的 你为战便已败了 君千商脸上一片平静 就算失败 也未必是败给战帝 他说的确实没错 我的轮回绝 天性有着破绽 队会功力在我之下的 尚堪称完美 但若是对付功力与我相平 甚至高出我的对手 便轮回绝 最多只能困住对方的一时片刻了 轮回绝 本就不是杀人的功法 眼下你我还得思量一下 如何应对战族的进攻吧 至于战地 他的修为或许非常高 但应该还没有高到 无法应对的地步 风云无忌 在君千商的身边站定 同样望着战族的方向 淡然道 如果战族明天进攻过来 那些战将我可以拖住 但战地一旦出手 就只能由你出手对付了 君千商沉默片刻 严肃道 风云无忌的心中一震 转头看了一眼君千商 却发现君千商 没有一丝开玩笑的意思 若是反过来 我对付战地 你来阻住那些战将 你可有信心 君千商道 风云无忌 沉吟片刻断然道 不能 如果加上那些 神级后期的高手 我根本不可能挡住他们 情况便是这样 君千商嘴角 那丝淡淡的笑容脸去 换成严肃的神情 刀神可以勉强对付三名 神级后期的高手 我 刀神 还有一名 目前正在紧要关头 根本帮不上忙 所以 其余的人 便只能由你对付 也就是说 就算不面对 十名神级后期的高手 你至少 也要对付六名 战族的神级后期的战将 你可有信心 一种沉重的感应 吸上了心来 君千商的话 就像一块巨石 重重地压在风云无际的心坎上 我所修习的轮回术本就是困人的绝学 灵魂不在 其人 自然与死无疑 困人与杀人 再无区别 轮回决一旦施展开来 极定的范围内 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 我明白 风云无际点点头 我可以拖住战地以外所有的战族高手 但是战地 必须 也只能由你对付 君千商 斩钉截铁道 论修为 不管实力恢复的太旋 还是刀神 刀部比风云无际差 在一定程度上说 还要超出风云无际的修为 但不知为何 君千商却偏偏指定 只有风云无际才能对付战地 而战地 也只能由他对付 这个问题 直到许久之后 风云无际依然是迷惑不已 始终 没有得到君千商的答案 你还有半日的功夫 在这段时间里 你可以尽快地恢复实力 或者 尽可能地提升实力 君千商道 随后 便是死战了 不知为何 风云无际在君千商的声音中 感应到了一种浓浓的不祥感觉 或许 在他内心深处 早已对刀鱼的结局 有了预料吧 风云无际的心中想到 如你所说吧 风云无际平静道 心中也已然明白 目前的情况 只能如此了 言罢 他就盘膝作响 其余人等 皆是心中沉重 各自 寻得一方 安静作响 静静调膝 每个人都明白 待得拂晓时分 便是一场恶战了 那摇曳的火光中 君千商 青色的左袖一道 一卷书册 落入左手之中 便就着这昏黄闪烁的火光 沿读起来 要对付战地 我的实力 还是远远不够啊 风云无际心中想到 实力 我需要尽快地提升实力 慢慢地闭上眼 风云无际 沉入到了 无尽的意识海中 第二百九十四章 领域之战 半天的功夫 能做什么 能提升多大功力 或者又能提升功力否 如果半夜的功夫 都能精进 那么数十亿年来 无数的人族 又应该将武功 提升到何等境界 这个答案 没有人知道 风云无际也不知道 在此刻 风云无际只知道 尽可能地提升武功 哪怕是一点点 平生所学 以人接触到的 所知的 有完整功学 一一从脑海之中掠过 意念剑体大法 九准生死玄宫 西星大法 无限小天地 北明神宫 寒冰诀 黄金战诀 太极剑道 西门快剑 杀戮剑道 独孤九剑 三十六万余份的 魔诀 还有一份 轩辕地心诀 能够掌握的 基本都已掌握 其余的 或是剑体 情况不允许 或是已然 被其他分神获得了 没必要重复修炼 或者只是参考价值 或是一时半刻 根本无法有什么进展 最后 在脑海中余下的 便只有那份 来得有些莫名其妙的 轩辕地心诀了 脑海中方浮现 这几个字类 立即 一篇黄色的小字 从意识海深处浮现出来 每一个字迹都游动 就像一个个鱿鱼 整篇数万字的 晦涩心法 从风云无忌的心间流过 这还是风云无忌 第一次认真地研读 这篇至尊的心法 所谓目过不忘 对于凡人来说 似乎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但对于太古高手 凡是修习过太古武功的高手 大多都具备 过目不忘的本领 风云无忌 自然是其中的翘楚 不过 当风云无忌 大致浏览一遍之后 准备延误其中 深意的时候 赫人发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结果 亲中空荡荡的 对于刚刚浏览过的 印象 心中再次掠过了 轩辕地心诀几个字 一篇黄色的小字 再次从意识深处浮现出来 呈现眼前再次浏览了一遍 风云无忌却发现 自己便如第一次看到这篇口诀 第一次阅览这般心诀一般 心中满是新鲜感 数万的晦涩心诀从心中流过 待风云无忌再次回首 想要仔细体会其中的真意时候 赫人发现脑海中又是一片空白 没有关于轩辕地心诀的任何信息 他唯一留下的 似乎就只有那五个字 轩辕地心诀 一次 两次 三次 不论风云无忌尝试多少次 最后发现 心天之中一片空白 没有关于轩辕地心诀的任何信息 他唯一留下的 似乎就只有那五个字 轩辕地心诀 不论风云无忌尝试了多少次 最后总发觉 心天之中一片空白 没有关于轩辕地心诀 具体任何的公诀 轩辕地心诀 必有奥妙 风云无忌不再尝试 一道灵光从脑海之中划过 竟是无法溃淡其中奥妙 风云无忌也不强求 索性便不再一味地 网图钻研其中的奥妙 同时心中了悟 自始得了轩辕地心诀后 居然一直没有研究其中的奥妙 其中恐怕不只是自己忘去了那么简单 缓缓地睁开眼来 天边一抹余度白 缓缓地从地平线下浮现出来 天空越来越亮 泰玄吐出一口气 睁开眼来 目中一片精芒暴闪而过 脸上一片红润 再无法让人 将这名风神俊朗的男子 与一个默默黄沙中 苦苦挣扎在一起的窟窿人 联系在一起 在其眉宇间 自有一股强烈的自信 与霸道的气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